GDP DEFEATER 數值一直在下跌 物價在下跌 我們可以考慮什麼?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會上升,我肯定是對的 例如你本身10元買出魚蛋的物價跌了 你拿著同一個10元就可以買多一點魚蛋 後面的點解錯,A B C A,LMGDP在下跌,我們不知道 雖然Purchasing power 跌了,但是 產出的量可以變,因為LMGDP是P乘Q Submation,把所有東西都加進去 這個跌就是這樣,這個我不知道,可以是升的 當然可以是跌 OK,所以最終的LMGDP我們是不知道的 MGDP不一定跌,剛才也說出了 MGDP是看Q這個,也是不知道的 Cost of living應該是在跌 Cost of living是說Price Step Cost of living